董先生态度真诚 把和赵女士的未来生活规划得很好 然而她的这种规划 却让赵女士感到很为难 据赵女士说 一方面她深爱着董先生 可另一方面 三年的恋爱经历 让她下不了决心跟董先生走下去 究竟两人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 一切得从三年前说起 那时董先生经人介绍 认识了在外地工作的赵女士 我们是一二年三月份认识的 当时的两人一见如故 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对于赵女士来说 最打动她的就是董先生的坦诚 我刚认识她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她有过一段婚姻 还有一个孩子 就很坦诚的也跟我说了 所以我也挺相信她的 也正因为董先生的这份坦诚 赵女士义无反顾的做了一个决定 然后我辞去了那边的工作 回来跟她在一起 就这样赵女士和董先生同居了 并进入到董先生的装潢公司里帮忙 在赵女士看来 董先生是一个真诚可靠 值得托付的男人 可她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个在她心中不错的男人 竟然做了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 男友的前女友怀孕了 孩子正是男友的 没有多久 她以前的女友怀孕了 这个事情是她告诉我的 她也向我承认 她说前一天晚上的时候 在我居住的城市跟我在一起 女朋友来接我的 但是这个电话是我打的 还是我朋友帮我打的 或者是她打电话过来的 我一概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当天晚上肯定是住在一起的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面 我觉得应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她知道我有女朋友了 然后她就说她怀孕了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我连证据也没有 我根本没有看到过 那后面前女友告诉你怀孕了 这个事情你怎么主动告诉赵女士的 可能我有点担心吧 因为前面那女友她做事情 可能会有过激的行为 比较难缠一点吧 你是担心瞒不住 对 然后我就还是主动告诉她 她既然都主动告诉我了 我选择相信她